第二周的英超,第二周又有大戰 就是曼城主場對熱刺 這場賽事將會在星期六晚深夜12點半展開 記得留意 這場賽事的關鍵當然是 首先要看雙方有什麼球員是不能出的 曼城沒有選擇路和沒有利來新來 熱刺這方面也沒有兩個重要球員 包括迪利、艾利、孫興、敏 對於曼城來說 沒有了速度型球員 就是利來新來打快攻或者打反擊 雖然有奇魂迪布利和馬列斯做超級年紀人 前面有史達寧 但是用到耶穌或者阿古路打反擊或者快攻 速度就會慢了 而熱刺其實都是面對同樣的問題 沒有了超級年紀人 迪利、艾利和速度型前鋒孫興敏 就會變成那個結構是艾力神 尼當比利做超級年紀人 前面就是盧卡斯摩拉 搭著哈里簡尼 雖然都是到三角形 但是哈里簡尼速度慢過孫興敏 也就是說雙方就算是到三角形 但是速度也不算快 所以如果這場賽事是打來回高速球的話 大家的速度差不到就有機會打和了 事關熱刺都可以用硬正一點的中場對抗性 去抵消作客的影響力 對於熱刺來說 這次作客打和倒當然是好處 所以熱刺就定必希望打來回高速球 嘗試摸個和 但是要打到來回高速球的話 就必須要做到重金屬的全場壓迫先 這樣才可以破壞到萬成的控球在腳 萬成不能夠控球在腳 賽事才是來回高速球 絕對不可以被萬成拖慢來踢 如果萬成能夠長期控球在腳的話 那作客的熱刺就有機會 因為反擊速度不算快 而有機會落敗 結果我們就很清楚可以知道 這個沙盤推演我就會明白 這場賽事關鍵就是熱刺能否提供重金屬的全場壓迫 可以的話打和機會再大 不可以的話就萬成作和望贏 但是又可惜了 現在只不過是跪賽 有很多球員根本還未有充足的體能 以及這個狀態去進行全場壓迫 盧卡斯、摩拉、哈里、簡尼、艾力神、尼當比利 全部都不需要打國際賽 那就不能夠將國際賽的狀態帶過來英超開季了 相反耶穌、馬列斯能夠將在美洲國家杯 以及非洲國家杯的狀態帶過來英超開季 所以狀態來說 反而萬成那邊就值得順賴一點 結果我們可以明白 就是萬成作和望贏機會就大些了 來到這裏 大家最大機會的當然就是會見到廣告 記得要按內彈的廣告視窗出來 和播出有聲廣告片 如果要這樣的話才能幫到手 多謝了 記得可以按鈴鐺、訂閱 方便接收新片通知 或者用25元去資助這個頻道做專屬會員也可以 多謝了 大家記得要點擊廣告 手機那裏 影片下面會有固定的廣告字眼位置 記得要按內彈的廣告視窗出來 這樣才能幫到手 電腦記得要關掉廣告程式去 發現電腦片的裏面有些Banner廣告 片的右邊有些廣告 記得要按內彈的廣告視窗出來 這樣才能幫到手 而無論手機或電腦或YouTube 都會時不時一片在任何位置 插入廣告片 那大家除了播完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在廣告片裡找廣告link 按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 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的左下角 而手機的話 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右上角 那我們就是明天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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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